女追男就隔成沙 就是說女追男好像成功機率大一點 對 就很容易 而且現在女性其實意識也比較抬頭了 女生追男生是稀鬆平常 自己的幸福就要自己追求 對 因為現在根據調查 其實現在是包含在英國 其實這個女生去追男生的比例越來越上升 甚至是女生跟男生求婚也是有的 所以其實好像也蠻OK的 對啊 女生現在也要傷腦筋 拿個驚喜 對 因為像沒辦法我們覺得 男生我們喜歡的人 就是我們自己去追的嘛 那結果突然間有個女生 來跟我告白的時候 其實我們男生就不太知道怎麼拒絕 就是說 那就一定OK嗎 你不拒絕 就三起了嗎 我以前這就是 所以你話意思說你很好追囉 你沒有原則 你不挑了 不是 是不是 你是這個意思嗎 男生 你直講 我在我高中的時候 學生現在比較的現在還好 學生的時候 真的也是有個女生 就認真跟我告白的時候 我就想說 可是我們不是朋友嗎 你幹嘛跟我告白 可是在告完之後 我想說可是拒絕她好像 她那個臉就有點可憐 還是怎麼樣 我說 好不好 辦事還好 所以你是用同情的心情 你跟她交往喔 因為男生對女生 我們比較不會面對這種突然這樣子 然後就真的交往一陣子 基本上應該是不討厭 對 當然不會討厭 所以她就很可能會接受 但是如果說說實在 如果經歷過一段的交往時間 真的能夠修成正果 也是一段佳話啊 是 當然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要請四位佳話 來跟我們聊一聊 這四位佳話非常厲害 因為她們說她們的老公呢 都是她們自己去拔來的 好嗎 來介紹一下這幾位 首先第一位呢 是聽說她這個善用 欲情故縱技巧 逼著老公跟她求婚的 姚大偉 戴比姐 歡迎 大家好 這個真的 這個大家要好好學一學 就是如果你們已經交往 非常長的時間了 但是她一直辭職不開口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她 掉到你的口袋裡面 待會好好告訴我們 好恐怖 接下來第二位呢 自稱自己是倒貼給老公的 曾雅來 歡迎 接下來第三位呢 是會主動作耳 讓老公上鉤的 甄莉姐 歡迎 我們在求婚那段時間 我們有用怪力亂生 嚇壞吧 想辦法讓她騎我 還嚇壞我 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看女生那邊 你知道嗎 好奇怪 很可怕的啊 你知道女生會有這一面耶 好 接下來最後一位呢 是這個 她是用步步逼近的方式 讓老公習慣離不胎她的 琪琪 歡迎 好啦 這個好男人呢 看到了就要主動出擊 要不然他就會瞬間就溜走 會不會被別的女人搶走 亞嵐姐 當時是你先跟 昌明哥說你要跟她結婚的喔 對 她沒有跟你求婚喔 不是 是她追我們在一起之後 那因為我們交往了四年 然後四年之後我就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可以結婚呢 那因為那時候我婆婆又生病 那時候我婆婆得癌症 已經癌末了 那她最大的希望就是 看到我跟我老公結婚 然後呢她就跟我老公說 妳要不要結婚 她就說不要 我還沒有打算 她說因為她沒有立業 所以她不想成家 她拒絕妳喔 對 她拒絕我婆婆 她先拒絕 但是在我面前 她拒絕我婆婆 對 然後呢而且她是說她沒有立業 所以她不想成家 所以她說她如果成家的話 到時候她現在一個人保全家保 可是如果娶了我之後 她沒有辦法養我怎麼辦 然後後來有一次 我就開車在車上 我就跟她說 媽媽很希望我們結婚 是不是可以結婚了 然後她就跟我說 媽媽以後要養我嗎 她就這樣跟我講耶 然後我就說 那妳覺得呢 我說妳自己可以靠自己養 她就說那如果以後 養不起妳怎麼辦 我說我也可以賺錢啊 我說我也可以上班啊 妳好主動 對 真的是滿一歲 她真的是想把自己嫁出去 我終於知道 那個侯超明出那個什麼 30歲以前賺一億是怎麼賺來的 對啊 叫老婆去賺給他 我真的叫老婆賺給他 對啊 我就想說 兩個人一起賺不是比較快嗎 因為通常女生說 她就聽到在這老公講 她會覺得妳沒出心 怎麼這樣這樣 結果妳不是這樣子 沒有 我不會這樣跟她講 然後我就說 我們可以一起賺 然後她後來又回了我一句說 妳覺得我們在一起四年夠久嗎 我說四年還不夠久嗎 我說我很了解妳啊 然後她就說 妳覺得妳夠了解我 我說我很了解 她說我覺得不夠了解 我說哪裡不夠了解 對 她說我覺得妳不夠了解我 我說怎麼會呢 我說四年還不夠久 我說對 也對 因為她之前前女友 就是四年之後分手的 四年是一個 四年是一個 對 真的是一個關卡 所以我就在想說 她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才想說 那就不要解 然後那一次我就不了了之 之後 我婆婆過世了 然後我就換我媽出招 哈哈 然後 因為我婆婆過世 然後那時候 大家都很難過 然後我 媽媽就跟我老公說 她說 因為如果家裡有人過世的話 一定要等三個年頭 不然就是百日內 一定要結婚 對 不然就要等三年後 可是三年後 我老公已經三十六歲了 她那時候三十三嘛 然後我老公想一想 好像也對 她覺得說 她本來叫我再給她 兩年的時間 後來她想說 那再三年的話 她已經老扣扣 然後我就故意跟她說 如果妳真的想要妳的小孩 把妳當爺爺 帶不出去 然後她心裡 她就真的很認真的考慮 後來她想一想 她說 好吧 那不然我們就百日結婚好了 結果我們就倉促的 在三個月內 我們就結婚了 可是是妳這樣步步逼近 對啊 妳怎麼這樣子 她這麼小氣 她到底哪點好 妳還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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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 這也是我覺得很納悶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 懷疑她下鼓 對 真理 結果說紅昌明下了鼓 我真的覺得她跟我是朋友 真的 我們要相約 我剛剛認識她的第一眼 我真的不喜歡她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會一直覺得說 她怎麼還沒有打電話給我 她怎麼還沒有怎樣 就會一直想一直想 念念不忘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真的覺得 她應該有下鼓 好 真棒 真的突然走到櫃嶺那什麼 要什麼境界 那這個Debbie姐呢 妳自己老公也是妳 想辦法叫她求婚的 因為其實當時 她在加拿大的溫哥華 一個大學 一個那個 學院裡面 她是心理系的系主任 她自己唱劍 因為她是臨床心理師 她創建的那個心理系的 那整個系 Department 是她在負責的 然後那個時候 就我們越南玩完了之後呢 然後我過年再去加拿大看她 然後那後來 5月的時候 我跟歌舞劇 她又過來 然後後來她就回去了 回去之後呢 我們大概三個月也過 說那我們接下來再半年好了 然後那我們就討論說 那接下來要怎麼辦啊 然後她就突然就電話 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根本也沒什麼APP 什麼NSN 根本都沒有 只有靠E-mail這樣 然後她又跟我 突然有一天 她就在電話裡面跟我講說 其實我老實告訴你 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種遠距離戀愛 蛤 我跟你耗了大概 大概 那時候還不到半年 我說這樣子 妳說不行 是要分手 對 那妳意思是要分手嗎 那就做朋友囉 她說 嗯 我覺得 不然我搬來台灣好了 哇 我說 我說等一下 我說妳搬來台灣啊 她真的很愛妳 我說妳在那邊的 那整個的那個career 妳的事業怎麼辦 她說沒問題 她說 我在加拿大這邊 我修教育學分 我拿到那個 英文教師的證明 我來台灣 我可以教英文 然後我可以開 那個自我成長的心理課 心理成長課程這樣子 我說 我說那妳搬來台灣 那妳要跟誰住啊 她說我跟妳住啊 我說 等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 因為我雖然是一個 行為很開放 可是我其實思想很保守的人 然後我說 蛤 妳要來跟我住 因為他們加拿大 有那種叫什麼 同居法 那種common law 就是說 如果說 我跟妳同居了20年之後 我們兩個人之間的 法律關係 是形同夫妻的 OK 所以她根本沒有 那種結婚的概念 她覺得說 我只要跟妳住在一起 我就跟妳有那個承諾了 我們就形同夫妻了這樣 我說等一下 我說我從小到大 我交男朋友 我都那種兩三年以後 才承認她是我男朋友 而且 而且我沒有同居過耶 我就隨口講 我說如果你真的要來的話 那可能真的要結婚耶 她說 那好吧 我們結婚 蛤 對不起 妳可以告訴我 是不是在哪一個宮廟嗎 就這樣 妳果然 果然 超上學的 超上學的 沒有宮廟 就是甄莉介紹 我的那一家 重點來了 大家注意聽喔 因為甄莉姐 妳是真的有去拜的對不對 對 真的有 真的假的 所以沒有下苦 不是有 但妳是老公 當時知道嗎 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是 向立文介紹我們 對 好 向立文在我們 這朋友在裡面 她是小巫的 對 這時候 是她介紹 我去在林孔 那邊有個三太子 那那時候她帶我去 那我想說我就去嘛 她去了以後 那個三太子看她就說 妳這樣不行喔 都沒有認真在工作喔 心裡想的 都一直這樣子在等 沒有用 妳要主動 妳不主動的話 妳想的是得不到的 心裡想 她怎麼知道我在想什麼 然後就跟我說 我知道 妳其實現在很想安定對不對 我綁一個紅線在 妳跟妳的男朋友身上 妳放心 過幾天妳就知道 可是妳要把這個 放到她的枕頭底下 給她睡喔 我說好 她就跟著給我一個服 妳知道 就放到我 那個老公的枕頭底下 給她睡 然後真的 大概在一個禮拜後 我老公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們也結婚 我們已經在一起蠻久了 而且在還沒結婚前 她已經買 就是放了那個以後 她之前就已經有買了 一個房子給我 是還沒結婚 還沒有結婚 然後連訂婚儀式都沒有 都沒有 就都沒有 所以這個算是婚前財產 當然那個是貸款 在台中 我那時候還跟她講說 妳用我名字 到時候妳如果 我們分手了 我又不要住來台中 那這房子怎麼辦 可是妳可以賣掉 而且是妳的 我想說那還蠻有保障 真的嗎 所以我就覺得還不錯 這股下的好耶 好好 妳知道嗎 妳就坐在哪裡 對啊 然後後來 她介紹給後藏 太完美了 妳是被嚇的 對耶 然後後來就真的 待兩個禮拜之後 她就有跟我講說 其實我們也交也蠻久了 那個 有連續假期 要不要就去辦一辦 我說辦什麼 她辦結婚啊 真的就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就這麼快 她就說這樣辦一辦 因為我們其實交完也四年多了 然後她就說辦一辦 我說辦什麼 她說辦結婚 我啊 這樣就是求婚喔 她說啊不然咧 我說啊不然不行啊 妳不想求婚 問題是我覺得 沒什麼成立 連續假期就辦一辦 連續假期辦求婚 連續假期 她的意思說 大家都有空可以來吃飯 你知道嗎 心裡想去工作也放假 連續假期 我就跟她講說 不行喔 那個餐廳很忙 所以沒辦法 那後來我們就是 再隔了一段時間 就她爸爸在催 所以我們才就是辦公正結婚 真的很靈耶 對啊 我跟你講 其實真的滿靈 夏立委把她寫在她的書裡面 好嗎 OK 但妳們是怎麼認識人的 這個男生 偷臉皮製造機會 吹老公要向釣魚 用釣魚的方式 所以她開旅行社嘛 所以我要去日本 妳可以幫我訂機票嗎 她說沒問題 我就很不要臉的跟她說 可是我深入 妳要不要送給我 我回來以後就打給她說 妳請我去日本玩 那我回來請妳吃飯囉 這就給她製造機會 會 學老公 究竟還有什麼心機絕招呢 下段節目 現場來賓 經驗大公開喔